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废子经有输送带进入散江基 各位可以想象散江基就像一个巨大的果汁机一样 废子在这边经有稀释分散进江之后呢 就送到纸机的网布机成型 像网布成型是像我们古代听到菜伦造纸 把木浆铺在网子上面晒干是一样的原理吗 没有错 我想菜伦的故事大家都耳朵能详 江料在纸机网布成型之后呢 就会送到压榨布去脱水 大概在压榨布可以脱掉50%左右的水分 然后再进入烘缸布去蒸发水分 那就是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快速卷动的这些机器 全部都是干燥用的吗 对 那一个快速卷动的就是叫做烘缸 我们把蒸汽通到烘缸里面去把酱料的水分蒸发出来 然后大家就会看到一个大的直卷 大概45分钟就会有一个大的直卷出来了 那这个大的直卷就是我们的成品了吗 这个还不是成品 这是我们的半成品 那我们会根据客户所下的订单 然后再把这个半成品裁切成 复减成不同的尺寸大小 然后再送到这个输送系统去包装打包 那厨长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在现场有看到到最后这些直卷会经由一个机器 然后在上面打上很多的字 数字跟英文字 那这些是做什么用途的呢 这个就是这个直卷的指别击重 也就是它的身份证号码 这边包括它的长度重量还有客户的代码 这个部分经过喷没之后 送到那个打钢带机 钢带打完之后 我们会送到仓库里面入库 用户和南升约的代码 接下来 让我们家农 going Exodus 我们筒 它后面对入库 答案 我们大概 notified Friends まぁ 那接着这些堆的非常高 很多很多的这些纸卷 那他们会送到哪里去呢 这个就是客户所叫的订单 我们就会送到纸器厂 给它加工成大家所看到的瓦楞纸箱 那这个瓦楞纸箱就是我们最常看的 高级电脑电子用盒的包厢用纸 然后送到消费纸身上之后呢 各位用了之后 这些废纸还可以再回收使用 再回送到我们的废纸厂里面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环保的工业用纸的生产流程 我想这个部分请各位平常都记得 要多多回收废纸使用 谢谢厨长为我们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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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imy的订阅 我们下egree就是维 Mandy 用的公开海大的界 Michael 高海大和金 我们下 ado iday P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